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简单哥,今天来教大家无缝拼接图片 这个是很多小伙伴跟我要的一个教程,但是我一直没出的原因就是这个教程用处嘛 我觉得但凡关注过我教学的都应该知道怎么操作 但是问的人实在太多了,所以今天出一期这样的教程吧 也算是一期视频吧 好,首先你需要准备两张你想要拼合的照片啊 随便把其中的一张照片选择彩剪工具,把它给拉大 好,那这时候打开另外一张图片啊 直接把这张图片拨进另外一张图片里面 把前方到移动工具,看出加T,把它调整到合适的大小 并且让这张图片可以误盖住一部分另一张图片 可以把人物跟差异物调整的差不多高 好,比如说这样 好,那这时候呢 给人物的这个图层添加一个萌版 选择画笔工具 记住一定要选择一个揉边的画笔啊 在英文输入法子专业下 右扩一键扩大画笔 把画笔适当的扩大一点 前景色一定要是黑色 因为我们是白色的萌版,对不对 好,这时候注意啊 大家不要上来这样图啊 这样图你的边缘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用画笔的边缘 就是说用揉边的这个效果 就给它进行一个擦除 好,这样一个无缝拼接的效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伙伴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你两边叠合的空间不够大 太小了 那这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边缘给擦出来 把前景色千万成白色 在这边 再慢慢给它活跃回来 直到这个边缘消失 把夺出来的部分呢 还是千万到裁紧工具 把夺出来的这个部分给它裁掉 好,一张无缝拼合的照片不就制作完成了吗 其实就是一个萌版的事 搞定了 你学会了吗